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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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在睡觉的时候要等得安静 不要没经过同意就随便看别人手机 别人拿手机给你看照片的时候 你好好看着就行 不要手剑滑下一张 千万不要去认识你女友的闺蜜 因为她闺蜜不喜欢你 你们会分手 她闺蜜喜欢你 你们还是会分手 有两种人值得信任 二话不说借你钱的人 信守承诺还你钱的人 交钱别言深 情深别刻薄 藏人只说三分话 不可全抛一片心 大多数人口中的怎么了 只是满足好奇心 并没有要帮助你的意思 在拒绝这件事上 越简单越好 明明是别人需求自己帮忙 解释半天变成自己亏欠了别人的感觉 帮得上 想帮就帮 帮不上就拒绝 人际交往 简单明了有时最恰当 懂得拒绝 才可以洒脱不纠结 去别人家做客 别人让你看电视的时候 你就该走啊 面试时 老板脚一直抖的话 说明对你说的话不感兴趣 一旦停下抖动的腿 说明你说的他感兴趣了 你在和别人交谈时 别人一旦深呼吸 那就表示他不想听 正在强压下自己对你的态度 不熟的人 别乱开玩笑 熟的人也是 别对朋友说狠话 恶语罪伤人 请对待服务行业人员 态度好点 在最愤怒时 忍住罪伤对方的那句话 不说狠话 不做远事 别人可以自嘲 但是你千万不能附和 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心直口快 目光放远一点 你就不伤心了 别有事没事 跟别人诉苦 这世上 能感同身受的人很少 大部分人 听听也就还了 还有少部分人 会当个笑柄 到处去宣传 永远不要对一个人的努力 赤之以敌 三人行 一人记鞋道 你俩等他一下 不要为了人际关系 逼着自己做好人 要做一个经常做好事的坏人 而不是一个不能做坏事的好人 无论我告诉你什么道理 当你的心智 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或贴近的水平时 你是不会理解这个道理的 或者 你以为你知道这个道理 其实 你不知道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